民进党的领导人参选人蔡英文 访美反台之后第一站的公开行程 是来到了被绿营视为是民主胜地的宜兰 除了帮党籍立委候选人辅选 也为自己催票 对于外传瞧不定党内天王辅选区块而发飙 蔡英文表示只是希望加速作业而已 踏进长期由民进党执政的宜兰 蔡英文得到热烈的欢迎 县长议员以及乡镇里长通通到齐 把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满 回台之后的第一个公开行程 前进宜兰感受自己的高人气 却传言他在21号的民进党终止会发飙 因为党内搞不定各天王的 辅选区块进度已经落后 这部其实讨论很久 大家基本上也都同意这个观念 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加速作业 同时我们也要征询 我们党内的前辈人的意见 因为选战只剩三个月 希望党内协调区块辅选 不要再拖 依照民进党的初步计划 是由担任过高雄市市长的谢长廷 负责守住南部 曾经是台北县县长的苏贞昌 则要进攻台北市新北市 而在蔡英文发飙之后 天王们跟着动起来了吗 蔡英文的宜兰行程 旁边跟着的就是当过宜兰县长的游锡坤 我都可以 我全力配合 院长最配合 所有习坤最配合 难道其他天王还没上井发条 蔡英文话中有话 只是自己的步调不能停 一个上午连跑三个行程 蔡英文要自己跑在冲选战的最前头 澳雅卫视林清明王子聪 宜兰报导